一条纸 10 分钟 嗯? 这个是 好像是一具 干尸 看的挺 挺nipe的 就大家看到了吧 就是前面有个阿姨 她推着推车嘛 刚才就还有很多人 背着那种炸药包一样 这么大个的包包 对 这里有一件古埃及人穿的长袍 这棺材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一件几千年前的衣服 这木瓜已经腐蚀的非常厉害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还能保存几千年 所以真的是也是很神奇了 这就像那种鬼吹的那个电影嘛 就胡八一一和盼子他们 他们俩去哪里啊 干嘛干嘛 然后挖到了一口光彩 然后当然那里面是假的粽子啦 这里这里没有 这里有个穿拖鞋 这个就厉害了 先放 先给大家看这双拖鞋 这双是货真价实的拖鞋 这是几千年前的拖鞋哦 这里呢是一个木乃衣 哦好可怕 四千年的历史 这个木乃衣哦 超级吓人的 这里更多木瓜 这里很多种土桃 然后上面的简介写了一下说 这些都是从那些陪账品里面找出来的 博物馆很大 我看这个vlog的视频 起码有二三十分钟吧 我看这个是从那些陪账品里面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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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更多这种木乃伊的那个棺材盖 发现了一个照相机 古代的照相机 哇 那边厉害了 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 那个脑壳 天哪 我的天哪 这是真的啊 上面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头发 你们看得见吗 天哪 头发 这是脖子那部分 太吓人了 这下面也有一具尸体 可能是为了把它保存好那些人就没有打算把它拆开了吧 当然有没有拆开我们也不知道嘛 毕竟对吧 这些考古学渣也是很疯狂的人 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多这种玩具一样的东西啊 当然这些不是玩具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好像那种都是陪葬品吧 这最起码好几千个 最起码好几千个 最起码好几千个 我好像不应该来这儿 我上面一层还没有看完呢 你就下来了 不应该坐电梯的 就下来了 不应该坐电梯的 感谢观看 天哪到处都是木乃伊尸体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那些尸体帮运工 还是刚才那颗头颅可怕一点 上面还有头发 好像还湿湿的感觉 天哪不敢置信 刚才在这个介绍书上面 读了一下 他说这块石头是法老王光柴的石盖 盖在上面的 这这么重 最起码这里都有一吨吧 我的天哪 这些古代的人也是力气真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木乃伊 它就是 它被打开了 然后上面的毛发非常的清楚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OK 天哪 这是一块刻满了字的石板 考古学家也真的是很费眼力啊 这些字 现在都看了看不清楚了吧 整片墙上面都是沙草纸 这个是谁呢 就是女性木乃伊的一个那种面具 对 然后现在往下走 下面还有两层楼好像 这个房间历史 里面都是很大的那种完整的雕像 法老王啊 各种神像都是非常完整的 OK 我们进去了 OK 我们进去了 中文字幕——YK 由于相机它的像素不是在暗处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应该会拍几张照片 然后后期给加上去 中文字幕——YK 然后坐着的那个是太阳神 中文应该是阿门吧 然后旁边站立着的那个是新埃及王国时期的那个法老王 叫做霍朗赫布 然后它是新埃及王朝的第十八代法老王 这里有一座非常非常高的标签 我觉得它有五米五六米总有吧 哦不对 那个左边那个好像就是这样子没有雕刻在那里的 因为好像上次不知道是听谁说还是自己看那些纪录片看了 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许多那种三个雕像排在一起的时候 其中最左边的一个因为中间肯定是法老王嘛 那最左边的一个要么就是说就有个影子在那里 或者是说全黑的 因为那个代表死神 就是民间的那种守护神嘛 现在 现在这里有一个埃及的那种神庙 在这里有三个法老王 我们的雕像 但是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了 OK 我现在已经从刚才那个展览厅出来了 这里就是出口 现在再走出去 然后如果有人拿了那种介绍器的话 它就得还给工作人员 哦 好怕它夹我 OK 这就是出口了 然后这是一个礼品店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尽情的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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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出口,我出来了 OK,走了 这有两个阿黑兄弟他们在这里摆摊 然后没有被那些附近的管理人员保安杆走 在国内的话我不知道 就是这种人小贩子在这种这么这么就是重要的博物馆附近摆摊会不会被赶走 反正这里的话是没关系 好,是吧 好,谢谢 好,谢谢 现在我该回去了,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这里还有一个博物馆 这是什么博物馆呢? 这是专门展览跟意大利 1800年中旬的那段时间起义的时候 对,就是反正18世纪到19世纪的那些历史资料啊 然后这里面都有展示 这主要是讲述如何成立的意大利嘛 那么就先这样啦,结束啦 拜拜 哇,前面有个皮卡丘 哇,前面有个皮卡丘 好,前面有个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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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